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ona Fortier表示 加拿大公共服务联盟必须准备妥协 与联邦政府达成协议 因为联邦政府不能给他们开空白支票 超过15.5万名PSAC成员 包括税务部门的3.5万名工人会于周三举行罢工 工会此前将周二晚上9点定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 不过双方都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 Fortier在国会山上对记者说 有一双方在最近几天的谈判桌上取得了进展 看到工人罢工是令人失望的 他说 我们承认并尊重员工罢工的权利 但是在一个好的提议摆到桌面上 并且有一个真正的妥协承诺时 重点应该放在谈判上 我们将继续与PSAC合作达成公平和有竞争力的协议 但是除非工会准备妥协 否则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能看一张空白支票 另一方面 工会主席Chris表示 双方依然有分歧 但是我们依然留在谈判桌上 因为我们仍然保持着希望 我们的目标依然是达成一份初步协议 我们的成员准备为一个良好 体面公平的集体协议而战 PSAC周三上午在全国250多个地点设立罢工纠查线 总理特鲁多今早在谈会山表示 劳资双方必须继续谈判 他说 加拿大人绝对有权得到他们想要的服务 我们明白尊重劳工权利非常重要 目前出现罢工 这是第一天 我们要确保在罢工过程中 劳资双方坐下来继续努力谈判 为加拿大人工作 据报道 工会已表示 这次罢工是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 将影响许多政府服务 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 加拿大人可能会遇到拖延 尤其是在5月1日报税截止日期临近之际 税务方面的拖延最为明显 政府官员在向记者介绍时说 大约有4.8万名罢工工人已确定为必要服务人员 他们将继续工作 其中1400人在CRA部门 300多个加拿大服务中心办事处将继续开放 有几个地点的现场服务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服务将仅限于需要老年保障金 加拿大退休计划就业保险和发放社会保险号码的客户 护照的发放将仅限于遇到人道主义或紧急情况的加拿大人 Fordia说过去两周我们通过调节解决了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们提出了一个公平有竞争力的工资方案 我们还就PSAC的其他一些优先事项提出了建议 包括远程工作 增加轮班和周末公司 以及改善与家庭有关的带薪休假 毫无疑问我们有足够的共同点与PSAC妥协并达成协议 我相信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CRA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向工会提出三年加薪9% CRA表示工会提出在三年加薪22.5%的建议 其中包括2%的市场调整 工会表示 工人在罢工期间将被要求 每天在纠查线上出现4个小时 他们必须在纠查地点扫调新码 才能获得每天75元的罢工工资 那些不加入纠查线的人在罢工期间将得不到工资 对于那些行动不便 残疾或与工会讨论过他们情况的人将有例外 他们将被分配其他行政任务来替代纠查 当时17岁的Esan尚信机在King George Boulevard 被刺身亡时 急救人员将他带到了9公里外的新西敏的医院 尽管宿里纪念医院距离事发地点不到4个街区 事实上 任何躯干有穿透伤 病由 Fraser Healthy 护理人员照料的人都会被送往皇家哥伦比亚医院 因为它是被一家获准治疗最严重伤害的一级创伤中心 这让他的母亲感到十分惊讶 他对他的孩子上周在哥伦比亚皇家医院接受的护理感到满意 并希望在肃利纪念医院看到一流的医疗服务 Holly说 大城市的那家医院需要能处理暴力创伤 他超知了 他们经常人手短缺 非常严重 菲莎卫生局是BC省最大的卫生机构 管辖本拿比到Hope镇等十几家医院 为190万人提供服务 其中皇家哥伦比亚医院是唯一一家拥有一级创伤团队和资源的机构 而Obsford医院十三级 苏里纪念医院只能提供四级创伤护理 苏里纪念医院的医生们非常沮丧 Eason是最近发生的一起例子 考虑到他与医院的距离如此之近 却帮不上忙而感到难过 医院还经常看到患者因严重拥堵 而被送往远距离的哥伦比亚皇家医院 这令人伤感 急诊医师Almond说 在外伤病例中时间就是一切 如果失去生命体征 理想情况下需要在15分钟内 对胸部穿透性创伤进行处理 他解释说如果被枪击或胸部刺伤的人 被朋友或家人带到苏里纪念医院 他们将得到治疗 但资源不是最完整的 BC省政府最近因为缺乏心脏服务和神经外科医生而饱受抨击 而且苏里克罗佛戴尔地区的一家新医院 计划提供的服务不足也受到批评 当CTV新闻向卫生厅长迪德安询问 目前两个一级创伤中心都在飞沙河以北 而飞沙河以南的人口急剧增长 是否应该分配医疗资源时 他回应称 苏里医院的级别很高 已是一家处理重症的医院 也正在关注相关问题 有加拿大银行贷款经理接受采访时认同 楼价虽然下滑 但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容易负担 在利率高涨的影响下 客户即使成功地申请按揭贷款 但所得贷款金额减少 每月的公款金额也增加 因此依然存在不小的压力 加拿大皇家银行贷款经理王子云 接受媒体采访时 指目前银行按揭利率约在5%至6% 但压力测试利率将近8%至9% 银行在审批按揭贷款时 用的不是实际利率 而是压力测试利率 以往批出的贷款 大概是收入的5至6倍 现在只有约4倍 贷款金额变少 对于买方人来说 依然是一种压力 他又指 即便是贷款审批成功 客户得到同样的贷款金额 但月公款却比以前高了很多 比如 100万元的贷款 以前公款需要4000元 现在变成5500元 房子有没有变得更加容易负担 其实并没有 他提到银行针对新移民客户 有一些特殊的贷款政策 在审批贷款时 并非完全与本地收入挂钩 例如根据客户来加拿大前的收入背景 评估他之后能赚多少钱 有些客户也许收入不高 但存款很多 这里有一点空间 让客户拿到贷款 客户也可以提高首期比率 至例如35% 他指目前市场成交量依然处于低位 其中一个原因是 卖家持观望的态度 他们想等到市场变得稳定 才把房子拿出来卖 希望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他又指本地生活的人 事实上是跟来自全球各地的财富竞争 很多来自海外的人甚至不需要贷款 直接全款买下房子 每个房子背后都有很多隐藏的竞争对手 根据加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的最新数据 加拿大三月份的房屋开工率下降了11% CMHC在4月19日表示 经济节性调整的年率从2月份的24万927套 下降到3月份的21万3865套 CMHC的首席经济学家Bob说 尽管全国范围内出现这种下降 但房屋开工的速度和趋势似乎正在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Bob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由于利率居高不下 对开发商和房屋建筑商来说 启动项目依然是一项挑战 文革华三月份的总住房开工率增加了98% 因为与二月份相比 多单元的开工率增加了一倍以上 多伦多下降了26% 蒙特利尔下降了12% 三月份加拿大所有地区的房屋开工速度的 六个月移动平均值为24万0669套 比二月份的25万4658套下降了6% 加拿大事务局CRA发布消息警告称 加拿大居民需要注意近期出现的有关食品杂货补贴的骗局 在本周的一条推文中 CRA表示 如果有居民收到声称来自CRA的短信或电子邮件 内容是有关新出台的 一次性杂货补贴福利金 请不要相信发信人 因为这是一个骗局 CRA发布的消息表示 我们不会向居民发送短信或电子邮件 给你一个链接以获取补助金款项 或用来要求你填写表格 在推文中 CRA还提供了一个电子邮件骗局的例子 事例中发来电子邮件的账户是 craatemergency.ca 邮件正文会声称 CRA已经向您支付了一次性杂货补贴的福利金 并要求您点击链接以接收这笔款项 CRA敦促所有收到类似邮件或短信的居民 不要点击那个链接 最新出台的杂货补贴 是在联邦政府2023财政预算中提出的 目前依然需要做出立法予以颁布 根据预算 它将未符合条件的 有两个孩子的夫妇 提供多达467加币的额外补贴 这也是在该项补贴项目中 单个家庭可获得最高金额 没有孩子的单身加拿大人 最多可以获得234元 老年人平均最多可以获得225元 额外的补贴能够让人们 在夸张的通胀中松一口气 但也受到了不少加拿大居民的批评 认为这只是解决更大问题的权宜之计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务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